中文字幕——YK 相信很多人都会对他们刮目相看 因为他们是不惧危险勇猛顽强的吞吞兵 为迎接2011年春节 防化联准备搞个火龙王蒸发 在全联官兵中选出了陈森林 王旭和冯和新三个人从台竞技 陈森林25岁 重庆人 是一名入58年的老兵 在军区组织的吞火兵比武中 曾经获得过第五名 吞火兵的手臂要有劲 陈森林的个子不高 但手臂力量却很大 把四块砖头用绳子捆起来向上卷 别人一次最多练十分钟 而陈森林可以一次练半小时 陈森林是陈森林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山东人23岁 入午五年 虽然冯泽兴看起来很内向 但在军区组织的吞火兵比武中 多次夺得第一名 王旭和冯泽兴是童年兵 入午五年 而且他们俩是山东老乡 身高也是一米八 年龄也都是23岁 在军区组织的吞火兵比武中 获得了第二名 王旭的特点是射击速度非常 往往别人还没有聚好箱 他就已经命中目标了 这一天的火龙王正打赛设定了三个科目 据连长介绍通过观看这些科目比赛就可以了解 喷火兵训练的基本情况 这就是喷火兵使用的武器 喷火器射程最大距离八十米 有效距离五十米 它所喷出的燃烧油料 形成火焰射流 能四处飞溅 顺着嵌好 坑道管弯 杀上隐蔽住的目标 同时 由于火焰燃烧会消耗大量氧气 从而使宫市内的敌人窒息 火柱喷出瞬间的温度高达八百到十千米 周围两三米都不能达空间 火柱喷出瞬间会产生极其猛烈的厚度 比赛前 我们记者专门找了一名 没有经过喷火训练的战士 体验了一下这个后座力 黄俊峰是真图般的战士 他第一次操作喷火器 连掌正风没敢给腰护出装油 而是装上了手 火焰天出去的后座力比较大 它是六十五公斤以上的后座力 可能把整个人就能推倒 推翻 甚至腰出现骨折 或者脊椎出现损伤这种现象 在连掌的细心指导下 黄俊峰硬着头皮扣动了扳机 水龙喷出了一瞬间 由于压枪不稳 黄俊峰的上身忽然向后退的十公分 如果喷火的话 我感觉这个后座力应该比这个还要大 黄俊峰操作喷火器喷出的水是散装的 如果刚才装的是油 那么喷出来的火焰 就可能会伤及到周围的战士 看了黄俊峰的这次体验 我们对喷火兵面对的危险性也就略知一二 在喷火设计中 射手必须往后扳机 燃烧的油料将喷射而出 扳扳机的力量小 就会造成油料喷射不到位 严重时导致燃油在墙口净土燃烧 将会直接威胁射手的安全 那么大步墙一样不一样 那么大步墙一激发 不需要就像这个点 激发了 墙一小了 弹都出去了 喷火不一样 激发了 油还在罐里还没出去呢 激发了两半钟之后 油再出去 靠动扳机时 射手要等火柱完全喷出后 才可以松手 为避免喷火器耗作力大 射手撅枪不稳 造成意外伤害 每名喷火兵在操作喷火器时 都必须达到人枪合一的境界 而检验人枪合一的方法 就是把整个人直直地抬起来时 人握枪的姿势基本不会变形 而像陈森林 冯德鑫和王旭他们 个个都能以这样的姿势 坚持五分钟以上 火龙王争霸赛的第一个课目 是羊角和扶角喷火 要求选手快速分跑到 四十米外的掩体处 首先对设立在三十五米外的主靶 进行羊角射击 火柱应该穿过长三十公分 宽二十公分的射击孔 命中副靶 羊角射击后 选手将快速冲上山头 对山下四十米远的三个人像靶 进行扶角射击 平时训练 一般情况下 官兵们只是在原地进行羊角和扶角 而这次比赛 要求选手快速奔跑时连续射击 这样不但体力消耗大 而且在呼吸急促的情况下射击 很容易出现拖 如果说我们的缘续间一偏离 出现这个现场就是这个巨腔不稳 火一出去 它就有很多力 瞧就甩 这个油也甩 该面甩不到那个射击孔里去 射击孔二十公分乘三十公分的射击孔 太小 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个上场呢 是冰尼最长的陈森林 急速奔跑四十米后 陈森林操作喷火器 先过去击一次羊角射击和一次扶角射击 陈森林将枪运动可标 用时四十二秒射击 第二个出场的是王旭 王旭从一出发就显得信心十足 羊角射击时 他比第一个出场的陈森林 快了两秒钟 扶角射击时 他喷射的一次 也都命中了三个人像中 但在返回途中耽误了时间 以至于比陈森林还慢了不少 用时四十七秒六 第一个课目最后上场的是冯德鑫 他曾多次获得军区喷火兵比武的第一名 大场面见得多了 可看了前两名选手的出色发挥 冯德鑫多少有了些压力 有压力了 对稍微有点压力 因为他们打上了 如果打不上的话 肯定拿不到名字了 他吞咬的技巧非常好 打得非常准 所以我喜欢看他喷我表演 发的姿势 太帅了 你再做一个他那些动作 第三名 孤立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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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一出发 冯德鑫跑步的速度 明显比前两名选手要快 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然而大家没有想到 冯德鑫第一枪进行仰脚射击时 竟然出现失误 火柱没有穿过竹法上的射击孔 运动步 虽然在之后的扶脚射击时 冯德鑫稳定出情绪 成功命中了三个人线把 档案比赛规则 如果没有命中一个目标把 先被加罚十秒钟时间 因而 冯德鑫的成绩是四十九秒六 第一个课目比赛结束 陈森林以四十二秒九四的成绩列第一 王旭以四十七秒六九列第二 冯德鑫 以四十九秒六二列第三 从以往参加军区比武的成绩看 冯德鑫是最有希望胜出的人选 可刚一亮相 冯德鑫就出现了失误 一下子让这场蒸发赛的最终结果变得悬念倍增 冯德鑫 冯德鑫 还有坑道 还有你的巧笑 比赛的第二个课目是坑道喷火 要求射手在类似Z字形的坑道内 快速奔跑后才用沃子 对设立在坑道拐弯处的人像把进行设计 和平地喷火不同 在1.2米宽的坑道内喷火设计 喷火兵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行动 我们往坑道里跳的时候 这个游行组他也晃动比较厉害 如果不小心很容易站稳 容易甩倒 这一次陈森林还是第一个上场 1米68的身高和王旭 冯德鑫 1米85的个头相比 在这样的环境里 可以说是占尽了牛市 从下坑道到命中拐角处的人像把 用时15秒拟紧 那么站在坑道入口处 陈森林根本看不到拐角处的人像把 他是怎么射中目标的 它就可以往里面走 那个火它都是真有氧气的地方 基本上它都能够燃烧 因为这个呢 没有准 不需要特别准在坑道里边 只要是穿着拐弯的位置 喷射就可以了 然而在坑道里喷火 并不是一个轻松的科目 由于坑道面积小 如果不能找到最佳设计位置 或者受到风的影响 火柱很容易到处飞溅 所以在坑道里喷火 更要求喷火银的心理素质过硬 第二个上场的是王旭 即便是身高1米85的大个子 但他在坑道里跑的速度 一点也不比陈森林慢 并且平时涉及火断 速度快的特点也发挥了出来 第二个比赛科目 坑道喷火 王旭用时14秒85 比陈森林快了一秒多钟 轮到风德新出场了 能不能改进备赛局内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而比赛一开始 风德新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奔跑 并且设计的速度也比较快 昨天地乡打得怎么样 咱俩打得还可以 这个看不见那个把牌 我凭自己平时的经验 他这个练习的比较多了 然后就找到感觉了 在第二个比赛科目中 陈森林 王旭和冯德新 都成功命中了坑道内的人像吧 而冯德新以14秒69列第一 王旭以14秒85列第二 陈森林以15秒09列第三 比赛还剩下最后一个科目 可三名选手的成绩并没有拉开 那么最后一个科目 谁又会最终胜出呢 比赛的最后一个科目是高射盆火 它的难度比前两个科目都有大 进行这个科目的比武 首先要求选手快速奔跑10米后 以沃兹对平地上的把位射击 然后再奔跑10米 以跪姿对悬挂在20米高空中的 把位进行射击 和前两场比赛科目不同 高射盆火除了把位设置在高空外 射击姿势也从有依托的 沃兹跪姿变成了无依托的跪姿 它们容易往下跳 可以跳起来 右手把枪固定了自己的跨骨和小骨 这个健康布固定死 前两个科目的比赛 虽然进行不到20分钟 但在最吃劲的高射盆火比赛中 却猛然刮起了四五级的阵风 这时如果不在瞄准时进行修正 喷出的火柱肯定会随着大风偏移 有点东风 但是风速比较大 然后要修的时候要靠东西修 高射盆火比赛正式开始 四五级的风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陈森林第一个上升 尽管经验丰富的陈森林修正了瞄准角度 但在平地靶位和高空靶位的两个旧 它都一半就多靠 第二个上场的王旭 看到陈森林失误 它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王旭也只用中了平地靶位 高空靶位同样拖跑 前两名选手高空靶位拖把 给第三个出场的冯德新带来了机会 尽管这样糟糕的天气非常难以阴附 但冯德新却显得长途赞凶 因为很多战友都知道 冯德新在喷火专业上有一个集合 那就是格外擅长高空移动靶位的射击 我比较擅长等待射击 所以我就是等到靶子到位以后 判定封速以后 在靶子前一米或者是半米处进行激发 那么冯德新高空移动射击的命中率会有多高 比赛前我们专门见识了一下 把位在空中快速移动 等待射击的冯德新用身体把喷火腔死死地往下压 而眼睛都紧跟着把位 两条火龙相继喷出 冯德新准确的命中高空移动 不太好打 如果说你漏掌了 那把那个上面移动把还没带位 如果说你漏完了 那把子已经过去了 你没打仗了 所以说这个把握的时机还是比较关键 冯德新是所以把把都能硬住 是因为在快速判定风速和把子移动的速度后 它通常会憋住一口气 然后描索激发 不是不憋气的话 这个全身都会从一把风上改 就会打不住 因为这个有这个护刀力 如果是这个枪 如果是身体一晃的话 这个枪自然就晃了 然后就影响了射击效果 正是凭借着高超的喷火技能 和优秀的心理素质 冯德新成为防华联 熟练掌握高空一度把射击的力 火龙王正把赛最关键的时机 马上是到来 此时技高一筹的冯德新 显得异常沉稳 他因此地握住箱体 等待射击时机 一分钟后 随着两条火红相继续 程德新 稳许命中了平地把射和高空把射 火龙王争霸赛的最终获胜者 也随之产生 总法逾你目前在 后来 tickets 价位 Sporty Aaah 在这场火龙王争霸赛场 我们看到了 火龙王争霸赛场 同样也感受到了 几层官兵 以对我感的练兵热情 而通过设置一些小屁股 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 才是火龙王正发赛的 真正努力 军事几时 春节特别寂寞 军中状元360 正因为有我们 201必须给你 勇气 在喜庆的节日里 汉火兵们向全国人民送上了红红火火的新春祝福 华火人 愿意欢迎 祝全国人民 拜祝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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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水流年过 东去春又来 三百六十五天 感谢您 一路同行 军事几时 军事几时 向全国观众 拜祝 绿色军事几时 绿色军营 卧虎藏龙 他们是训练场上的无敌王者 他们是战事眼中的耀眼明星 军事几时 新春走军营 追寻武状元 成长足迹 带您领略 精兵风采 2011年 春节特别节目 军众状元三百六 2011季 夏季播出 第六集 单必将保